2001年啊 那些軍機是直接撞下去的 對不對 撞下去吵了半天 對不對 美國罵中共 中共罵美國罵 因為抱歉 中共還有一個那個 少校是就是犧牲掉了 對不對 然後呢 美國的偵察機是 被迫降到海南島去 那時候還討論 那個人跟飛機要不要交回去 討論了半天 我跟你講兩強最後還是退讓 為什麼 兩強各讓一步 為什麼 因為說真的 台灣啊 回去看看啊 每天在幻想說 美國會跟會借戰 會介入 會參戰 兩強表演成分很高的好不好 美國它有表演的成分 它叫什麼呢 它叫做這個表進實退 表演上很緊張 我那一下要進了對不對 實際上次數越來越低啊 你去期待美國 在台灣要有所謂的軍事介入 我跟你講軍援會 可能遲到五年後 軍售會來 但是呢 你要他出兵到這個地方 你光看這些事情 就是兩強的節制 你就不要再抱持幻想了嘛